《金字塔的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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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棚家院就跟我說 英雄總是孤獨的 你要站上金字塔的頂端 你就要學會忍受孤獨 其實小時候我沒有 理解這句話的意思 但我覺得其實 是因為我自己心中有目標 有夢想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我就是一開始接觸桌球 我就喜歡打桌球 那我就是一開始接觸桌球 那時候是覺得 姐姐好像上了場好像變得一個人一樣 變得很帥很酷 然後自己也想要變成 那樣的人 那時候覺得桌球 它來回跳動 我覺得這種聲音就好像音樂一樣 有一個節奏感 那我就被那個節奏感吸引了 就開始了我的 長達十幾年的做腳踏 我覺得我從小就是一個 比較認真的人吧 家庭教我什麼 我就要認真執行到好 那我那時候的想法是 我要變得更好 我要變得更強 我覺得就是練 你只有練到位了 自然而然就會回窮了 儘管有天賦吧 你要加上後天的努力 你才可以讓上天給你的這份禮物 變得更加的完整 那個時候其實心情是非常氣自己的 為什麼會讓自己在這麼重要的比賽前受傷 也不太懂得如何去轉念思考 所以就氣著說 我不要打了我要放棄了 我覺得姊姊是一個非常真性情的人 她就跟我說 你不打球了也沒關係 我養你 就因為她這句話 我就敲醒了當年迷茫的我吧 就覺得姊姊都可以一無反顧的支持我 那為什麼我不能夠為了他們 為了自己 我豁出去再拚呢 從2010年受傷到2015年的 反反覆覆五年的時間 一路走來的時候 才有這個體悟 原來孤獨是 自己跟自己較勁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必須 跟你自己內心深處的自己去對話 你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裡 那扇門只有自己能夠打開 那時候我就只告訴自己 每一場比賽 我都要專注在每一分球上面 只有堅持才可以過得好看 我是那種 就算真的在重訓的時候 我練到吐 我也是 吐完之後 回來會繼續訓練 只要我還能繼續 站在訓練場上 我就不會停止下來 努力就是想讓大家看見 強烈的欲望 讓我去戰勝我自己 遇到錯誤的時候 只要相信自己 其實是可以從低谷反彈的 當下我只能哭啊 因為我就害怕我自己 又沒有辦法去比賽了 我的那些負面情緒 其實一直蔓延 當時候教練或者是姐姐 他們陪在我身邊 我覺得已經是無聲勝有聲了 所以我覺得我為了他們 我就不能再繼續這樣負面下去了 我要去拿下我夢寐以求的夢想 我要把它當作是我最後一次的奧運會 我要把我的傷病拋到腦後 我都要盡我的最大能力 我都要把它打上台 我覺得就是這種強大的信念 支撐在我每一分的球場 好球 好球 讓台灣組合最後就以吃一口直落勢 打敗了大火 和雙打為中華隊搶下了一塊銅牌 奧運會是所有運動員都夢寐以求的舞台 奪得獎牌的當下 我覺得我夢想成真的 我就覺得我是達成了一個目標 做好最好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準備 一路走來我還是依然不怕辛苦不怕累 決定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全力以赴就會是最好的自己了 現在我就是想要重新設立不一樣的目標 更好的目標 再繼續往前進超越之前的我 作詞曲 李宗盛 Κ Underground 《五年宅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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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